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日记也是跟自己内在深处思绪共处的好机会 让人得以通测思考人生百相 并以更深复意义的方式加以探索 面临困局时写日记能够帮助我们厘清相关的问题 更有能力看清事态 省思自己的行动思维 进而解决问题 而跟他人有所误会或意见不合的时候 写日记也有助于帮助人 反思对方的看法 对于他人会做何感受 及思考抱持更开放的态度 如此一来 我们对自己的说法会更具信心 想法也会更有条理 才能够冷静理性的思考解决问题 写日记还能够激发天马行空的漫想 从创意直觉更强的右脑 发掘出创新的解决办法 持之以恒的写日记 可以激发出更强的自我意识 与个人情绪做更深刻的连结 纵使这些情绪令人煎熬或者是痛苦 跟个人情绪思维的连结越强 较容易接受未来可能经历的成长 和自我发展 得以更加确认自己的梦想 热情 恐惧 以及哪里需要有所改变 写日记也能够让我们更加的与自我相处 提升自信感 且更加透彻的了解人际关系 各种情绪和需求后 妥善的对应处理 此外 表达个人感受 有助益于过往的经验 并且加以学习 不过要记得要保持正面积极的心态 最后就是 写日记有助于妥善管理压力 增进幸福感 从笔下流泄出 想倾诉的感受 才不会一直憋在心里 这样一来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冷静 快乐 更有能力克服负面的情绪 而当生活中有好事发生 写日记也能够让我们助足回首 细细品味良好感受的氛围 每天写日记 你可以使用动笔或者是打字写下来 是一种触及内在思绪 感受 人生观及个人体验的心灵治疗法 写日记的好处很多 不妨借由以下方式来达成 第一点 先订定目标 一开始或许会觉得有些勉强 不过写日记应该要自然而为 如果对这项练习感到陌生 可以设定一段时间 比如每天或每隔一天花个十分钟 养成持续写日记的习惯 一旦开始持续写日记 应该会发现自己的情绪 感受和思绪变得更加自由自在 甚至已超越最初设定的目标 第二点 尽情的倾诉 写日记没有什么正确的法门 一切只有关你自己 你的世界 以及你个人的情绪 经验和思绪 就用日记尽情的倾诉吧 也别多想自己所写的内容 写日记没有规则可行 别去烦恼 拼字 文法 甚至是文章的长度 第三点 选定主题 如果觉得卡住不晓得要写什么 不妨从当下自己的感受着手 上手之后可以考虑每天或每周 选定一个主题来写 想想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工作 梦想和恐惧 让自己的内在小孩说话 就像孩子那样无拘无束地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 并针对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或经历的事情 对自己提出疑问 第四点 低调 保密 假使你在儿时或青少年时期写日记 是为了让父母 手足 朋友 或者是其他人来看 那么你可能会对这个改变 有些迟疑 就算过往经历可能留下创伤 还是希望能够让写日记 再次成为生活习惯 有许多的方法可以确保隐私不外流 比如 海题时 身为大人的你 有更多保护措施可用 如果偏好日记数位化 就在电脑里把日记建档 设定密码保护 喜欢用纸笔手写的话 可以考虑把日记放进保险箱或者上锁 然后把钥匙藏进书桌的抽屉里 第五点 多媒体日记 如果你创意艺术感十足 不妨将个人日记做成多媒体的形式 可以用录音 录影 素描 绘图 或者是运用自己偏好的媒体创作工具 最后一点 记录自己的变化 七天养出一个好习惯这本书 将让你体验到许多的改变 所以不妨另外做个日志记录 或是在日记里另外拼一个栏位 专门追踪记录自己做改变时的进展 挣扎 想法和感受 将每天这些变化 活动 并入日记里 这样就能够一次到位 好啦 今天的白日先生又到了尾声 那么我们明天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